每場賽跑都會有一條起跑線 人生又有沒有呢? 很多人都會埋怨自己不能夠成功 是因為背景出身不夠好 一早就已經輸了在起跑線上 今集譚天雪道的這位嘉賓 用了他大半身的時間 加上他的毅力去告訴我們 人生的成敗根本和起跑線是無關的 只要自強不惜 就算出身得不夠好 一樣可以到達成功的彼岸 今集嘉賓黃俊文 他是一名知名西裝品牌的創辦人 而他亦是一位道教徒 入道已經有十一年,道號為民 Hello,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譚天雪道 今集我早就非常開心 請來了黃道長和我們聊聊天 Hello,Johnny你好 Johnny你好 非常歡迎你 知道我要和你做訪問的時候 我特別選擇要穿西裝外套 因為我知道西裝外套 和你很有關係 是你的專業 看到有專業人士在 立即問一下意見 我知道西裝外套很講究 肩膀、手的長度、用料、款式等等 其實這些款式適不適合我 穿得非常帥 那也好 整個人都立即醒神了 但我提到楊福和Johnny很有淵源 但其實第一份工作和楊福是沒有關係的 為何會轉工 當時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廠裏做文員 但當時社會文化 就說有些喜慶的事 或者開派對 都會做一件新的衣服 也當時香港的文化是這樣的 是,即是以前的生活比較簡單 即是有些喜慶的時候 做一件新的西裝外套 其實已經很開心 相對於現在來說 即是得到一件漂亮的西裝外套 其實好像很簡單 都沒有那麼容易滿足 社會和現在是不同的 當時的生活的文化 質素、薄素很多 也不是那麼多牌子可以選擇 也不是那麼多成衣可以推介 唯一都是要光顧楊福補好 做新的衣服 這樣已經很開心了 但你的開心的經驗有多特別 因為由開始 你只是一個熟客仔 後來就有一個很特別的機緣 令到你的一生和楊福都靠上了關係 可以說是改變了你一生 這是一個人生的新的契機 當時我工作上 其實做得不太開心 一天我去光顧我做高三的漁學店 老闆就問我 你做事做成怎樣 我也是告訴他 發展機會不是那麼大 當時他說 我也會聘請人 你會永遠來這裡做一下、學一下 但其實也挺大膽的 有甚麼能吸引到你呢 即是要脫離一個自己原本認識的行業 去做一些完全新的事 去吸引我的地方 就說你可以學到一期之長 一期之長 對 有機會你自己可以開店 做生意 你賺一元便可以 賺十元便可以 賺一元 一萬元便可以 那就不會那麼死板板 這是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吸引到你了 不過這廳真的很吸引 但要知道 從甚麼都不懂 去學習 到最終你有自己的品牌 其實是一段很長很遠的 很大段路要走 因為我知道第一步 其實只不過在南昌街的一個排檔 連一間店都沒有 不會覺得委屈嗎 其實我一點東西都不懂 一定要游去學戲 是 但我入行大半年 都是做一個接待工作 就像銷售一樣 最初就像銷售一樣 我接完單之後 我就交給老闆去畫幅 去度身 我連駕八尺都沒有機會去學習 大半年的時間 對,大半年的時間 但是你都沒有放棄過 我聽到你剛才說 我馬上很記得 年輕的時候 很需要一些學習的機會 我想起現在的一個年代 其實很多的年輕人 可能九個月 我在這裡了 我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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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給我這個機會 可能他已經轉了幾份工作 這個堅持 是否就是令到你成功的原因 我不敢說是很成功的 但是做不一樣 就是不可以急禁你 就像我們道德經所說 千里之行,次於足下 做每一行的行業 都要做一個基礎 是 你要踏出第一步 慢慢去端摸 是 插摸 那就一定會達到成功的目標 就是一定要一步一步 慢慢地走 一個好的基礎 我想在任何的行業 都非常重要 但是任何行業都是 很多時候表面風光 我估計你裡面付出了很多 又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很多時候 人們都會羨慕別人 不會看別人後面付出了多少 是 從無到有 是要一段時間的 永不言敗 這一定是一個目標 是 如果當你入行之後 你要投入 去了解每一個行業 你會掌握成功的機會 就會更多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要去認識一個新的行業 我們說到你背後付出了很多 有沒有一些很辛酸的例子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Johnny 其實有些事情 可能要說 你真的要擺放很多時間 那時候是否工作時間很長 時間很長 因為我們通常說 每一堆衣服都12個小時 差不多就以店為家 是 我們說在一個排檔 或者在街邊 12個小時 即是六月也好 打風也好 很熱也好 都是這樣做 是的 只是工作時間都已經很長 那麼多的努力 由完全不認識 都不斷去學習 到現在被認同 即中間的過程又是怎樣的 怎樣會被認同 其實我想自學就要很重要 自學 當時我自己放假 我也是說會去店舖 去店舖 去店舖看看Slam 是… 多點看雜誌 還有可以多點在服裝裡的認識 可以跟客人溝通得好 也能做到客人的滿意 做到目標 是 我想不僅要對行業 有更多的認識 自己對行業有什麼看法 我想你也不停地去學習 最終成立了你自己的品牌 開始創業了是嗎 一個機緣巧合 剛才有一個洋澳店會出洋 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是 我決定要爭取 當時我找到一個師傅 跟我一起合作 我是負責營銷和策劃方面的東西 師傅會做手工和技術的東西 始終我開了第一間我自己的店舖 聽Johnny說,我覺得整件事很簡單 很暢順 但我相信一定不是那麼順利 其實成功不是那麼容易 當時我不太夠錢 我就是要籌錢去開店 第一時間欠了那麼多錢 欠了那麼多債 壓力很大 壓力真的會多大嗎 所以我給自己的座右銘就是 自己成功,不可以失敗 永不言敗 是,一定要 只可以向前走,是嗎 是… 很成功,這是第一步 有這麼好的座右銘 永不言敗 我知道你開始在油麻地開店 其實在那個地區的時候 真的有很多洋服店 甚至很多是老字號 競爭這麼大 如何突圍而出 而令自己可以成功 我也一樣,就像西哥說 我四個字就是永不言敗 是 當時我每天都在店舖門口 有些客人經過 我就會很熱誠地跟他們打招呼 是 就參加店舖,希望我介紹一下 希望可以做到一宗生意 沒錯 我們每天都會去客人 客人也認同了我們手工和財產 後來每天都會建立我們 客人開始介紹一下 生意也會逐漸出現 做到穩定下來 是,我就這樣聽 當老闆一聽出來 多官免堂皇,多厲害 開始的時候,其實只是一手一腳 商人對你做,要站在門口 邀請客人進去店舖看 我知道1979年 你成立了你自己的品牌 去到80年代的時候 其實品牌在香港 大家都已經很認識 我估計很多做生意的商人 去到這個階段的話 應該會想下一步怎麼發展 本來就是做洋服的 會不會做更多不同行業的東西 去賺更多的錢 不過你就不同了 你很專心很專一地 繼續在這個洋服的生意發展 不是應該要做更多 然後賺更多的錢嗎 我是這麼想的 我覺得做每一件事都要投放 在一個時間內 是 要做每一件事都要投放 可能到頭來都會一事無成 是 那我就會說 你要從一二中 你可以說 你在工作上的經驗 把握成功的機會會更大 明白 我知道道家思想 也有一句說話 叫做 少得得多則滑 所以專心做好一件事 反而就會更加好 Johnny,由你入道到現在 我知道不長不短 時間有11年的時間 對於你的人生 其實你的信仰 帶來多大的影響 其實信仰裡 比我有很多得著 有些事情是我們絕心處地 是用別人的角度去觀摩 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學問 是非常深厚的 亦沒有說 你行不行 或者我行不行 我覺得如果你要解決在工作上 以及在人際上 這個給我一個很大的得著 就是你出生死地 要用別人的角度去觀摩 是 其實今天跟Johnny你聊天 我真的覺得 有很多事情可以學到 聽到你奮鬥的過程 由專項、由低造起 又不認識到慢慢學習 到你可以創立到自己的品牌 當中不停提醒自己的 就是要永不放棄 要好好地學習 所有事情都要學習 對於現在年輕一代的年輕人 很多人經常都會說 輸了在起跑線上 背景不夠人好 出身不夠人好 很快就已經放棄了 或者拿了這些來做藉口 你有甚麼說話可以跟他們分享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會覺得 埋怨自己出身不好 沒有甚麼學習的機會 父母也沒有能力幫他們創業 我覺得這件事是不能這麼看法的 我覺得要自己爭取每一個經驗 每一個工作的機會 你要堅定、信心 或是一步步、一歸歸歸歸歸 就肯定會成功 上天一時同仁 對每個人都一時同仁 也沒有說誰可以、誰不可以 最重要是自己爭取 而且要相信自己 沒錯 今天非常感謝Johnny 你跟我們有這麼多的分享 在下一集譚天說到 我們再跟大家見面